因为他常在军演 他其实都是夏夫人 我们要去看他们的军舰 看他怎么军演 结果都没有来 害了我们很伤心 骗人 各位好 这期是演出这张电视台新闻频道 欢迎走进本节的新闻直播间 我是主播眼肉牙 先一开始带您关心 国际情势的最新发展 我国总统相参英文 刚刚结束美洲出访的行程 返回台湾自由地区 然而国语党立委杨琼英却发现 乡蔡英文过境美国纽约的时候 少见到了一位重要人物 过境纽约见不到纽约市长 是为什么呢 这一次过境纽约的时候 纽约的州长不但是来 而且参加我们的晚宴 这个是公开的 另外也有 因为市长没来 所以他请一个州长来 是不是 我想州长是比市长还大吧 这不是比的问题 因为你在这个地方 代理的州长也有来 不是比 不是比 外交都很辛苦 我们都清楚 但是有不一样的形态 他不比大小 而是礼节 对不对 可别以为 杨琼英委员是想要鸡蛋里挑骨头被打脸 事实上呢 杨委员根本不在乎韦接 杨委员在乎的是一个感觉 feeling 假如要从美国队长或是美国总统当中选一个见面 当然是选择跟美国队长见面比较值得炫耀 接着继续关心国际情势的发展 本月5号欧洲小马哥法国总统马克宏也到访了大陆沦陷重灾区 虽然马克宏这趟的旅程没有安排回湖南马家戒组 但是依旧受到了广大灾包的欢迎 平平名字里面都有马 不过咱们中国小马哥和这位法国小马哥受灾包欢迎的程度可说是 天差地远 而马克宏这次访问除了和灾包粉丝见面之外呢 也安排和隋杨帝席维尼会面商讨如何调停俄武战争 然而马克宏在乌克兰问题上面没有取得任何实质的进展 倒是增加了许多和中共的商业合作 并对台湾海峡两岸情势有了新的见解 马克宏向法国媒体表示 欧洲不应该追随美国卷入台海问题 欧洲国家必须努力避开卷入不属于他们的危机 没想到这番中立理性的表态遭到了各界跑轰 除了被华尔街日报的社论批评 还有漫画家将马克宏画成一身熊猫装象征舔共 有人则是拿马克宏的名字创造新词语 Mark Corny嘲讽马克宏一边增加对中共的经济依赖 一边建议欧洲各国提升自主性 大家可别把法国情圣哄骗中共的情话当真了 马克宏如此努力追求历史定位 怎么可能出卖民主世界的盟友去换取商业利益呢 事实上海峡两岸的关系的确不需要马克宏操心 马英九前总统在刚结束的轮陷区祭祖行程当中 多次提到九二共识就是两岸和平的保证 而侯友宜身为国立党总统候选的热门人选 也不顾对立阵营的之一 坚决对九二共识表示支持 马前总统说两岸同属意中 但是蔡总统批评他是1970的过时论述 在整个历史的北极 我们都永远感谢每个人的奉献 历史的轨迹和这个奉献有什么关联吗 啊 有了 侯友宜虽然看似乱回一通 但我们相信这背后一定是有逻辑的 就像当初准委任韩总基被问到 任何问题都请局处首长回答一样 看起来很像草包 其实用心良苦 同样在历史上留下轨迹的 还有跟随马英九出访论县区的政大教授廖元豪 本月8号 马英九一行人准备结束为期12天的访问行程 返回台湾自由地区 廖教授却在上海机场外 抬脚踹向一旁的赤肥警车 拍照上船对着公安的警车反攻大陆 真是有guts 也终于替马英九讨回公道 证明马英九这趟访问并不是舔共 而是反攻 不过这篇正气凛然的贴文却引来小粉红的攻击 小粉红气冲冲表示 我们招待这位廖元豪的饭菜不如喂狗 马先生身上带的都是什么人啊 想不到是马英九身边的人竟然如此 虽然廖教授这一脚踢得问心无愧 但是他深知反攻大陆 攻心为上的道理 马上声闻道歉 在四两拨千斤的表示 身为教授不该装可爱 这样能屈能伸的男子汉不愧是国与党栽培的人才 相较于国与党人才积极 中共匪党则是人才枯竭 针对乡泰文总统的美国心 变不出新把戏的赤匪性解放军 在本月8号到10号举行环台岛军事演习作为回应 而在赤匪公关部的记者会上 一位外媒记者也质疑 中共想把自己表现为全球和平力量 却同时以台海军事演练威胁台湾 这要如何赢得国际社会的信任 市匪南公关汪文斌却声称 无法理解这位记者的疑问 我不明白你提的这个问题 到底是根据什么样的逻辑来做出判断 我觉得你这个问题提出的非常荒谬 4月8日至10日 中国人民解放军东部战区 为台岛周边组织环台岛战备警循 举行联合立件演习 这是对台独分裂势力与外部势力 勾连挑衅的严重警告 威胁跟严重警告差很多吗 我觉得你这个问题提出的非常荒谬 事实上真正有差的是整个演习的规模 美国和台湾自由地区许多专家认为 这次军演的规模比佩洛西访台那次来得小 对此赤匪男官汪文斌宣称要以权威消息为准 我建议你与其关注美方或者说是台湾当局的什么人的什么说法 你还不如多关注一下中国人民解放军东部战区发言人的说法 这个说法是最权威最准确的 而这个赤匪姓解放军东部战区也在微博上发表了 这次环台军演的最新影片 马上带您来看看所谓的准确权威消息是什么样子 的确赤匪姓解放军东部战区的影片 后制规模变得更大了 初步研判是多买了新的字体以及飞弹动画特效 比上一次进步许多值得拍手 可惜演习现场的表现还是差强人意 岩市的渔民就表示他们想出海去看共匪还看不到 应该渔民都习惯了吧 因为他常在在军演 他其实都是夏夫人 对他们的威胁我们一点恐惧都没有 我们要去看他们的军舰看他怎么军演 结果都没有来 害了我们很伤心 骗人 如果要插他就好了 如果没有那边要走什么 毕竟来自岩市的渔民可是不好惹 赤匪海军也是怕自己一个不小心变成了小波块 当然是躲得越远越好了 接着将镜头转到轮陷区山东的一间野生动物园 一名栽包在参观的时候 遇到了园区内的老虎正在用餐 只不过这个老虎吃的居然是一只孔雀 老虎正在啃食这个孔雀 这才是真正的野生动物园 看见了就我也没办法让老虎去松嘴 反正没有出现过这种情况 然后我们反正现在就是也在想办法看看 怎么能就是防止它不要再往那边去跑 老虎这种凶猛的生物想吃谁就吃谁 可怜的孔雀只能怪自己不小心靠太过去了 这残忍的画面似乎也反映了轮陷区灾包的生活 共产党想收割谁就割谁 一般灾包只能自己趋即避凶 新闻最后带您关心本台消息 本月10号大量媒体开始报道 本台当家本台主播视网膜 证实了本台即将停更的消息 我都说了多少次不是愚言结玩笑 就是没有人要相信公司底层说的话呢 而新闻一出许多人就表示十分震惊 就连人在轮陷区卧底的黄安都决定 要因为视网膜而停更微博 黄安站发文当中表示了 前两天我左眼视网膜突然剥落 目前接受手术正休养中 我的微博将暂停更新 多久尚不可知 原来说的是黄先生本人的视网膜 不是在小日本的那个 是这个黄恩的视网膜 那还是让他不落吧 新闻最后要提醒各位中华儿女 我们在5月7号将举行最后一次的实体活动 所有观众不论是不是会议员 都可以来参加眼球回娘家的这个告别活动 以及官媒道具清仓大拍卖 而针对眼球会员朋友 当天会有一场专属的观众之夜 等你参与 请务必将这一天留给我们 更多的活动细节 尽请锁定本台消息 好的 本节新闻内容就是这样 更多的新闻 您还可以订阅央视的YouTube频道 或者追踪央视的IG账号 或是加入本台的YouTube会员 壮大官媒 我们的会员功能将在5月31号关闭 但依然欢迎大家陪我们走完最后一段落 如果订阅露暗赞的观众朋友 这个很有可能呢 恭喜你出去玩的照片 就会从李多慧被拍成女神高公安 我们再会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